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市,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次讲讲相当紧张 美国国保卿布林肯警告盟友 就说伊朗和尼巴嫩真主党可能在24-48小时内 是报复以色列目前不清楚是攻击的形态 另外因应现在这么紧张局势 以色列内部也有讨论如果收到伊朗将会是动手的情报 以色列就先发制人 以色列也宣称拉低了真主党的高层指挥官 叫做舒芙尔 又被怀疑是哈马斯的一位主佬是什么人呢 原来还有一位人士 还有其他人都说要报仇 其他人都说要报仇 中东战事一触即发 布林肯警告七国集团的外长 说大家快点小心点撤离你们那些是僑民 也警告伊朗和真主党在未来24-48小时 向以色列动手 最快是我们现在节目正在录音的时候 布林肯在会上也强调 美国认为伊朗和真主党一定会报仇 你不用认为它一定会 一定会 目前不知用什么方式去报仇 原来布林肯也召开了会议主要为协调盟友 对伊朗和真主党实施最后的外交压力 为了尽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他也说现在 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 也希望可以向他们施压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用 什么施压 一定会买一剂 看他用多少手衡 或者几剂 我觉得一剂很厉害 然后慢慢削下去 但是你慢慢减 但是以色列的第一剂也很厉害 其实大家就不断生生世世 不断生生世世 对吗 对 中东局势当然 一触即发 担心以色列和真主党 爆发全面战争 其实美国驻 黎巴嫩贝鲁特大使 已经呼吁当地美国公民 如果能够取得任何可用的机票 就立即走 离开黎巴嫩 美国驻馆也发出声明 说多间航空公司 已经暂停或者取消航班 很多航班都已经受缘了 但是 离开黎巴嫩的商业 交通选择仍然可用 声明也鼓励想要离开黎巴嫩的人 立即有什么能力 订都订了 选择留下黎巴嫩的人应该有应急计划 并且做好长期就地避难的准备 另外 这个英国外相也发出类似警告 他也表示 黎巴嫩局势可能迅速恶化 整个中东也会恶化 将派遣额外的军事人员 领事人员 和边境 部队人员来帮助疏散 也敦促英国公民 他好像好一点 布林肯说句话 但是英国好像都怕人 好像今次他也好一点 但是也敦促 英国公民在商业航班运行时 快点离开 速速走走走走走 哈尼亚当然是没了 他已经刚刚落狀了 为了应对伊朗 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威胁 你不要忘记在胡塞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也下令林肯号的舰艇 打击群要前往中东 并且争败具有弹道导弹 防御能力的巡洋舰 还有巡洋舰 和驱逐舰 欧斯丁作为防长 他肯定 现在要派遣更多战机中队 为了加强美国空中防御支援能力 协助以色列 两艘英国的军舰 也到达该区 英国 皇家空军 也派遣出 直升机 随时待命 内塔令后 现在 未来24小时充满挑战 来自各方威胁 我们已经 准备好任何 情况 除了他们之外 小国也有 好像瑞典 瑞典外交部长 他也说 瑞典外交部 已经要求 他们工作人 马上离开 黎巴雷纳 为什么 塞浦路斯这么紧 因为塞浦路斯很近 当时 美国飞机都在塞浦路斯起飞 也说去塞浦路斯 瑞典使馆也会关闭 大家知道 还有珍珠党最高 层的军事指挥 是舒芙尔 近期亦被以色列纳底 加上哈尼亚 勾硬力 勾硬力 一定复却 瑞典外交部 已经要求 他们工作人离开贝鲁特 前往塞浦路斯 外交部现在计划 临时搬迁大使馆 他也敦促 在黎巴雷的 瑞典人 以任何形式离开当地 在这个背景之下 还有德国 瑞士 向本国公民 发布了离开黎巴雷的指令 当然 美国还做多步 建议 他们对 黎巴雷的旅行建议 调到第四级 不要旅游 另外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亦发布安全提示 你知道很多美国人 都有以色列护照 亦提供美国公民保持 警惕 个人安全的意识 包括逼击炮 导弹 无人机等等 攻势 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 会大量发生 都不出奇 当然 亦都是 走得就走 澳洲也是这样 澳洲 外长黄英言 亦发出了紧急呼吁 说 在黎巴雷的澳洲公民 请你快点走 因为 看来 真主党和以色列 必有一战 不过 究竟维持多久和有多深多大 未有遮阻 但24-48小时 24-48小时 都可能会有大事件发生 我都觉得会 但 究竟有多深多大 未知 澳洲外长亦说 中东确实存在着冲突 严重升级的风险 现在是离开的时候 如果你在澳洲并且考虑 前往黎巴雷 请你不要去 如果局势是恶化 贝鲁特机场就可能完全关闭 发生这种情况 政府可能没办法帮助 在黎巴雷的澳洲拳闻撤离 你们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离开黎巴雷 有得走你走你走 明显就是 他也提醒 在黎巴雷的澳洲公民和居民 一些商业航班仍然运转 你们能够离开就应该立即离开 这个警告是因为 因为 现在 这次的攻势当中 亦是令到 之前 曾都党在 以色列占据哥兰高地 发动空中攻势 最少12人离世其中 大部分儿童一 当时是在踢球的 中东局势 日益是紧张 哈尼亚的事件 以及向珍珠当的动手 加加上叠加在一起 其实也挺大事 所以澳洲外长也说 鑑于中东局势 政府现在和地区伙伴合作 提供各种 克制 以降低风险 但他亦表示 这个地区的澳洲人 现在不是等待观察局势 现在是离开 不要说太多了 当然 总理一定要同意 同意外长 亦同意外长的观点 现在这个事势 真是令人担心 昨天早上 他亦说 如果 以色列和 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进一步加剧 中东局势 其实我们全世界都很大事 对于打算去 尼巴嫩的澳洲 还有人去尼巴嫩吗 请你重新考虑 特别是有尼巴嫩 在尼巴嫩有亲属人 可能是探亲人 请你 就是要走 我相信 来一个金的 就是时间问题 哈哈 究竟是金成点 亦未知道 另外 这个 哈尼亚哈马斯的政治领袖 是没有了 专家亦不排除 伊朗内有内鬼 伊朗亦说 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现在已经二十多人被捕 专家亦分析 伊朗这么大的动作 很明显 他们高层亦对于 这件事件感到 不安和震惊 毕竟 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和他们 都是 在哈马斯大佬 大佬那里居然是不安全 对吧 其实作为大佬也挺没面子的 作为大佬 哈哈 哈尼亚 他亦 是 没有了 当然有些人就说 菠萝放了两个月 都没人理 有些就说 是空中攻势 轰崩造成的 不过伊朗和中东官员就说 其实呢 伊朗和哈马斯都说 这个是 这个 是无人机造成的 不过 伊朗当地媒体就说不是 他就说 在整个建筑物损毁程度就不似 似在内部的菠萝 另外《纽日时报》也访问了两名伊朗匿名官员 其实伊朗革命卫队旗下负责这宗 酒店 但不知为何这样也出事 亦正在通缉着一些人 革命卫队并没有公布调查的细节 但在这件行食事件之后 安全人员也搜查了卡尼亚下塔的宾馆 禁止宾馆员工出入 并且逮捕部份员工 另外也没收手机等等的设备 究竟是否打算大量查查查查查查 应该就是了 另外一组探 就是 審问负责首位德克兰 的高级及情报官员 部份官员都被抓了 究竟是冤枉他们还是被人滲透呢 之后可能真相永远都不知 他们的审理究竟你信不信呢 伊朗的官员也说 贪园也突然去了酒店 仔细看了每个角落 往前追溯几个月前的监控录像的画面 以及奔侠名单 检查工作人员进出情况 这些工作人员 就受到严格的审查 其实都是革命卫队 以及 巴斯 这个是 巴斯杰民兵的一些士兵 调查也聚焦于德克兰的国际 和地方机场 谈完不单 查看过去几个月出入境大厅的录像 但肯定很多 也检查航班的 清单 伊朗也认为 现在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 的一个小组 其实伊朗境内 是做这件事件的嫌疑最大 革命卫队也是 加大调查力度 始终在伊朗出事 也是挺没面子的事情 是 是 肯定来一祸 但什么时候呢 卖人知道 卖人知道 原来 现在西方说 有其他中东国家 都会帮忙以防以色列 究竟是什么国家呢 这个叫约旦 但约旦 会主动出击呢 我相信不会 因为 如果被人觉得 你是帮以色列 你不是是穆斯林世界国家 其实你也挺麻烦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